保養系列非常多組 除了我們正常的清潔式建組 然後六建組 還有我們的舒緩組 保濕三建組 控油三建組 還有痘痘組 還有男士組 莎拉分享一個觀念 很多夥伴會說 這麼多 我實在不知道怎麼推薦人家 而且最近我發現夥伴 因為說我們愛多美 第一名就是 六建組嘛 所以呢遇到人全部都是六建組 所以莎拉跟各位夥伴分享 不要遇到人都六建組 雖然我們的產品真的很強 可是我們還是要分一下年齡 跟夫質 所以會跟夥伴們分享 如果您是熟齡性以上 35歲以上的肌膚 正常性肌膚 你可以採用六建組 清潔式建組是一定要的 你可以採用六建組 那最近呢夥伴也有很多來問我說 啊我都缺水啦 我到底是要用什麼 或者過敏啦這樣子缺水 那到底哪一個是直接可以補水 所以有些夥伴會說 啊我用的很容易過敏 所以莎拉會跟各位夥伴分享說 你可以推薦它直接用保濕三建組 是比較安全的喔 我們最近還有一個什麼系列 溫和捷徑系列對不對 我們前面是先卸妝 卸妝呢我們四建組是卸妝乳 大家非常的熟悉卸妝乳怎麼用喔 沒有用過的舉手 應該沒有吧 哎真的有耶 那你要找那個介紹你來的朋友 晚上要好好的用一下喔 我們的卸妝乳是要擠在手心上用按摩的 然後用面紙擦掉喔 要好好的使用它 那還有我們一個卸妝是溫和系列是 卸妝溫和的卸妝水 莎拉特別介紹這一瓶 我當然兩瓶都很喜歡用 可是我覺得我可以區分它 如果您今天像莎拉一樣很喜 很愛漂亮喔 擦眼妝 眉毛 睫毛 眼影 口紅的喔 之前當然我們沒有這一瓶 我們的卸妝乳是可以全部卸 那也可以先分開 那因為我們有這一瓶溫和卸妝水 莎拉會建議各位夥伴們 先用這一瓶重點卸妝 先用化妝棉 一個化妝 一片化妝棉按壓三次 把你的眉毛跟重點妝全部卸掉 所謂的重點妝就是眉毛 眼睛 口紅 重點妝 你把它卸掉 那你再用其他的化妝棉卸其他的區塊 那這一個卸妝水非常的棒 它是叫多功能卸妝水 為什麼多功能 因為它有組合三個功能 第一個它幫你做好保濕 皮膚的保濕 第二個幫你做好角質管理 第三個幫你做好清潔的功能 莎拉又仔細看了一下 其實我們這一瓶用完是不用再洗臉的 它是不用再洗臉的喔 所以呢你看一下莎拉 有時候我真的很忙回去很累的時候 我沒有按摩 沒有用卸妝乳按摩 可是我很喜歡用這一瓶 我把它擦掉之後呢 我確實去試它 我沒有用我們的泡泡洗面乳喔 所以它還是可以不用 就是有一點類似懶人的小屁股 你還是可以不用特別去卸妝 這一瓶也很適合男士 因為他們覺得卸妝也很麻煩對不對 那我就跟我們的男士夥伴說 用這一瓶就好了啊 就把它卸乾淨就可以了 所以它可以不用再洗臉 這是我們的卸妝水凝膠面膜 莎拉最近冬天雖然蠻冷的 因為我住林口林口比較濕真的 比台北還有比中南部都濕 我很喜歡敷那個水凝膠面膜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一週它14片一週敷兩次 那你大概兩個半月 它就幫你動靈換一張臉 你們如果想要動靈換臉的話 你們就要用這個東西 然後它會幫你補充你吉祥的水分 因為它裡面有膠原蛋白 餡乾的成分 幫助你保濕 所以它我們這個水凝膠面膜 做得非常的棒 上下兩片 它非常的符合人體的工學 我們的臉部啊 除非是你的臉真的很大 我的先生臉有稍微比較大一點 所以會比較孵不到 一般來講都是孵得到的 它是保濕度非常高的一個面膜 而且這個面膜我們真的賣得很便宜 因為莎拉以前是美容師 這個面膜我們在坊間一片 價值都要差不多250至300塊錢的價錢 我們一片才多少錢啊 71塊而已真的非常的便宜 所以我建議夥伴不要審 你真的還是要好好的用心用我們的產品 因為呢你用我們的產品用得好 其實得到最大的注意是誰 幫助是誰 是自己嘛對不對 是自己啊 因為為什麼 我們在介紹愛多美並不是在推銷東西 也不是去賣東西 我們只是分享產品 所以莎拉一定要跟各位夥伴說 要好好的用我們的產品 不要去省它 因為你外面買其實是更貴 而且更沒有保障的 這是我們的水凝膠面膜 六建築我相信大家非常的熟悉 我想介紹一下舒緩三建築 好像我今天本來要上去買一些東西 發現官網也缺貨了 舒緩三建築 它是非常有那個淡淡的柑橘的香味 我們的化妝水還有精華液跟乳液 擠出來呢 它都是有那個柑橘的顏色 就是那個橘色啦橘子的顏色 那聞起來有淡淡的香味 我非常喜歡這一組 因為這一組用起來 它的滋潤度也非常的夠 莎拉也跟夥伴會分享 因為我們的保養品一組 六建築才多少 2560對不對 那舒緩修 那個舒緩修 修護三建築多少錢啊 1790而已對不對 如果以前我們要花大概一萬多塊去買保養品 現在都不用 我們就是晚上三建築 白天六建築 如果你能夠這樣使用 讓你的皮膚階段性做兩個調理 那我會建議夥伴們 不一定你一開始就要用這麼多啦 你一開始你就可以三建築啊 清潔四建築 甚至你就是四建築六建築 那等到你用了半年一年你調理 覺得你的皮膚 整個狀況很好 你可以加上舒緩 甚至可以換的保濕三建築 一起來做使用 這也是非常棒的 一整個加起來根本不到多少錢 2560加1790對不對 5000塊有找 一瓶都幾百塊錢 非常的便宜 所以要大量使用我們的產品 不要覺得我們的產品非常的貴 我們產品是怎麼樣 絕對高的品質 然後呢 絕對低廉的價格 所以要相信我們的產品要好好的用 保養開始的時候 手中重要在哪裡 清潔 我們除了我們的明星商品 事件組以外 我今天要跟大家特別推薦 是我們的溫和卸妝水 這一瓶溫和卸妝水呢 它是結合了肌膚條理跟保濕 還有一些精華成分在裡面 所以在我們一整天回到家 或者早晨出門的時候 對於肌膚的一個清潔度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們卸妝之前我跟大家分享 推薦大家呢先用溫和卸妝水 用化妝棉汲取按三次 大概按三次 然後呢擦拭 它對於我們眼睛嘴唇上的這些彩妝 重點妝 它有很好的一個清除的效果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停留幾秒鐘 然後輕輕的拉開擦拭 三次做三次 三次以後呢 我們再用深層卸妝乳來做清潔 為什麼 也要這麼麻煩嗎 有了卸妝水 為什麼還要用卸妝乳 因為我們的溫和卸妝水 主要作用在我們的毛孔 但是我們的深層卸妝乳是在我們的毛細孔 所以不一樣 那因為毛細孔裡面有很多的油脂分泌的 所藏的一些污垢 我們透過表面沒有辦法做清除 所以這兩種是一個極美的一個搭配 對 卸妝乳清除完了乾淨以後 再用一次溫和卸妝水再一次 然後當我們卸妝完乾淨 你會發現我們的化妝棉上面已經乾乾淨淨的時候 其實那才是真正的由外到內做一個完整的清除 然後它對我們的肌膚同時兼具保濕 提供營養的 對於肌膚的調理又有很大的幫助 其實愛多美針對我們台灣人的肌膚有很多不同的 提供很多不同的選擇 尤其是我們在 好 以這個控油條理三件組來說好了 它適合各種肌膚使用 初出使用還有一些特別是針對什麼 一些問題性肌膚長痘痘的年輕性的肌膚 它其實是非常適合的 為什麼 像舒緩化這個控油條理化妝水呢 它的化妝水其實是跟舒緩組的化妝水是同一瓶 這個化妝水可以很適時的提供充足的水分 給我們體內吸收以外呢 我們的控油條理精華液 它是一個蒸餘精製的一個精油 所製作出來的一個產品 對於 好 我們這樣子說好了 這個化妝水主要是擦濕的時候 是對於我們肌膚做鎮定的工作 使用完了之後我們就要用這個控油條理乳液 控油煮的乳液 它是讓我們皮膚能夠有一個先滋潤 然後又乾爽很矛盾喔 既然又滋潤又乾爽到底怎麼回事 但是它就是這麼奇妙 因為也透過精華液的這個微小超微細的分子的吸收 讓它不會殘留在表面上 再加上愛多美的這一個控油條理精華三件組的乳液 讓它的整個吸收可以改善皮膚的紋路之外 它可以讓我們的肌膚很有光彩 因為它整個營養素進來 而且它是柑橘所萃取製作的 所以讓我們的肌膚充滿了自然的一個光彩 這個是讓特別跟大家來分享 平常我們大概都比較著重在六件組 接下來呢 接下來就是一個跟它相關的舒緩三件組 如果我們已經用過六件組的朋友 已經有用六件組一段時間的朋友 我就非常推薦你們要開始進入另一個階段 就是用舒緩三件組了 為什麼 舒緩三件組因為它是一個修復草本為結構 為主要的材質來提供 並且有什麼 有珊黃蘑菇 珊黃蘑菇萃取物是愛多美保養系列產品 是一個精華主要最棒的一個材質在裡面 所以它非常非常能夠改善我們的肌膚 提供足夠的營養素 我們晚上 晚上的時候可以使用這一個 白天搭配六件組 你可以相互搭配很好的一個效果出來 一樣 首先一樣是用舒緩的化妝水 做大概三到四次的一個補充以後 再用舒緩精華液加舒緩化妝水 為什麼 因為它同樣是以柑橘高濃度所萃取的 所以不要把它單獨用 好嗎 一定要把它加起來稀釋 讓我們的吸收 皮膚的吸收是很舒服又沒有負擔的 接下來呢 再把我們的舒緩組的乳液 其實這個舒緩組的乳液 可以跟我們控油組的乳液一起使用 如果我們單單只是用舒緩組 那就可以舒緩組化妝水 化妝水加精華液一起調和 大概精華液一滴化妝水要三滴 然後呢直接擦乳液 或者是要跟控油組的乳液結合的時候 就可以精華液之後先擦控油組的乳液 再加上我們舒緩組的乳液 你知道這樣子搭配 會讓我們的肌膚真的是光彩亮麗 而且是肌膚不光是要擺而已 還要健康對不對 有健康的皮膚有健康的肌膚 才能夠呈現自然的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氣色 我們的水凝膠面膜它是 它是一個類皮膚性結構 用一個清水性凝膠 作為材質的一個新的產品 在市面上如果有這樣的產品 它的價格其實非常非常高 也因著它是用清水性凝膠 所為基本的一個材質製作 所以呢它的刺激性很低很低 不容易對我們肌膚造成一些刺激以外 它因為是不是它都有一定的厚度 有沒有 有沒有拆開來它有一定的厚度對不對 它裡面有很多的充足的各樣的營養素跟水分 可以透過我們在敷面膜的同時 水分營養素也沒有任何的刺激 然後營養素水分充分的進到我們人體 很好的吸收 它是有七種的新鮮草本 還有包括什麼呢 維生素 多種的維生素 還有線乾 所以除了可以讓我們肌膚能夠保濕以外 它還有嫩白 還有錦字 還有虎平細紋 還有保濕 是不是 有很多很多種的一個幫忙在這裡面 我們一個禮拜 因為它這裡面總共多少片 十四片吧 一個禮拜兩 一個禮拜兩片 一個禮拜做兩次 一個禮拜做兩次 對 然後讓我們的肌膚 因為我們平常除了用四片組的面膜以外呢 我們可以搭配這個 因為四片組的面膜是做緊緻拉提 但是皮膚終究是需要水分跟營養的 藉著我們水凝膠的面膜 把它做一個快速的完整的 提供皮膚所需要的部分的時候 它對於我們皮膚的狀態會維持到很好 好 那如何使用呢 我們拆開來的時候它有兩片嘛 兩片是不是有一片合起來 然後打開一片比較薄的一層膜 一片是比較厚的一層膜是不是 比較薄的那一層膜我們先撕下來 那一層呢就要貼在臉上 先貼下一層 再貼上層 貼到下層的時候呢 我們就先把外層那一個白膜拉開 再貼上層 再把它拉開 然後把它按壓 撫平 讓它能夠充分的完整的吸收 好不好 然後再洗完臉之後 先用化妝水 先用化妝水 先用化妝水以後再敷 敷完了以後 大概30分鐘一個小時以後 拿下來 我們再用精華液 營養霜 眼霜乳液來做一個搭配補充 這樣子就可以很快速地 讓我們的皮膚呈現一個嫩白 保濕 緊緻 有彈性的一個很好的狀態的肌膚 這是我們愛多美的保養系列 那當然我同時還要最後還是要拉回到我們的六件主 六件主如果我們要推薦新朋友剛使用的時候 我們清潔做完以後化妝水 一定要大量的 你這樣 123 咚咚咚 123 大概要重複 6到8次 不要怕它 不要怕它 因為肌膚五種成分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要水分 水分如果不充足 你的營養素沒有辦法進到皮膚的每一個 比如說角質層 顆粒層 透明層 集狀層 基底層 每一個地方 其實都需要養分跟水分 水分來帶 如果是新朋友 我跟大家分享我們的精華液先不要讓它使用 因為它有一個什麼技術 33微毫米的超細的一個技術 所以如果一下子給它營養直接到最底層 它會不太適應 所以我們可以慢慢從化妝水 然後眼霜 營養霜白天搭配乳液出去 讓它適應了一個禮拜左右 我們再讓它使用這個清華液 它就會覺得非常棒 非常的舒服 然後營養能夠完整地進到裡面以外 因著33微毫米的技術 它對於我們肌膚的調理 還有這些嫩白的部分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如果我們各樣的產品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定要用化妝水來做 那我可以怎麼樣 眼霜也用化妝水混合 營養霜也用化妝水混合 什麼都用它來混合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剛剛有分享嘛 因為我們在家是不是要洗衣服 洗衣服會加衣服跟洗衣精還有呢 要加水嘛 沒有水亂打它不會打壞 衣服不會打壞 一樣的就是營養素呢 要透過水到 進到我們肌膚每一個結構層面裡面 所需要的部分 來做最好的運用 因為呢 韓國的天氣呢 跟我們台灣不一樣 如果我們 而且我們從小也不習慣保養 所以從這個時候開始來 一定就要大量的借著化妝水的部分 來做最好的產品的吸收 這樣子跟大家分享 有沒有比較清楚 謝謝你們 那我也很開心今天能夠來到台東 跟大家分享 愛多美的事業 是一個極美的一個事業 我相信呢 在這裡三年了 愛多美在台灣造成的一個旋風 我相信這個時候是對大家 非常有很好的一個 就是一個極大 一個很棒的一個契機 同時呢 因為產品是我們的工具 如果我們透過自己的使用跟感動 大量的讓自己的外在 成為愛多美的代言人的時候 我們出去講話也有信心 別人也會看見 真的不一樣耶 跟以前都不一樣 是不是對我們的產品 會更有信心要去了解呢 好 最後呢 我要祝福大家 在新的一年 透過愛多美的產品 讓每一個人的倉房都滿了涼 然後五股豐收新酒盈獄 祝福大家 如果你們想要領受的 就我們一起拍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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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